假期在北京旅游是种什么体验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昨天说了这个假期我不打算出门 不出门 在各个视频平台上看着大家怎么出去旅游 对吧 然后因为现在都有这个同城推荐 你只要打开了你的定位 他给你推荐很多视频 就是你同城的离你近的 所以我看到了大量的北京同城推荐过来的 昨天的北京的情况 包括什么 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天潭 天安门 雍和宫 八达岭长城 颐和园 圆明园 就这些北京的著名的景点 还有什么南罗古巷 这个王云 这些地方 无一不是人山人海 怨胜载岛 这是必须的 加上这两天天空作美 北京的天好了 前阵子一直都是这个又刮风又刮沙 才昨天天好了 所以这个可能本地人民出门的也多 然后外地人民涌进来的也多 好家伙 昨天我看的天潭 从来我在影视剧里头都没 就是天潭这个祭天的时候 我都没见过那么多人 站满了人 然后排队进天安门广场 在那个南池的那两边的那个那个通道那边 满满的就一点点往前走 故宫啊 都不用说了 他虽然是就卖那么多就卖那么多些票啊 但是这个票已经是他的最大承载能力 所以人也巨度啊 我们就是说出来这个假期啊 一起出去啊 有个时髦词叫什么天堵啊 到各景区去天堵 其实是挺考验大家的这个思考和这个意志品质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从众心理啊 好不容易有这个假期了 我是不是应该啊出去玩一玩 但是你如果出去玩 你就会跟所有的人都想到一起了 你觉得应该 别人觉得也应该 所以到这时候 哎 大家就一起出去急着 你就想想这种旅游体验能好 北京这个就这么十个八个的特别知名的景点 不论谁来都是都是想去的 就这么几天时间 你就想想会挤成什么样子 你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那到最后可能就是来了拍了个照 我走了啊 真的你没办法认真看 没办法认真的这个了解 这种旅游啊 现在我就完全失去了兴趣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啊 你能不能按耐住自己这颗从众的心啊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啊 只要你心里放松 其实你在哪都是假期啊 在家里头这个精心的烹制一顿晚餐啊 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其乐融融啊 然后看个剧月大大麻将 也是也是一种生活 是吧 然后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 错峰出行 那平时的周末 你可以计划计划 请一天假 一个三天小畅假 你也可以出去玩 但是你就一定要挤到这四五天的时间 或者是十一的时候那六七天的时间 你又可想而知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 在节假日一起出行的这个模式啊 而且什么高速免费啊 什么他要各种各样的这个 诱惑你的条件 你就觉得啊 我应该这时候出去 其实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你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这时候出去 你这时候出去能得到什么 上海今年出现了什么情况 好像是那个28号发往全国各地 躲着表全部收清 这是连春节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就是你想想多少人啊 都去出游 那最后啊 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景区 那就不用说那种国家级的那个名声古迹了 什么黄山啊 这个时候去 你抬头只能看见别人的屁股 低头都是别人的脑袋啊 你能看见个啥啊 然后排队 无休止的排队啊 老人老人抱怨孩子呢 没有意义 真的啊 让自己舒服 让自己放松 让自己心情愉悦啊 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 不一定跟出去跟大家集结啊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个人观点 您要出去 您觉得我乐意 那那当然了 自己乐意就可以 我只是觉得啊 这样可能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啊 大家扎堆一起旅游 质量太差啊 各种各样的服务都会啊 都会降级啊 这就是吐槽两句啊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